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就是为了照顾父母亲 从西里康百里这里搬到东岸去 是 是 是 你照顾得不错啊 父亲九十九岁高寿 今年离开的 八月十号故事 而且一直都是身体很健康 他不错 他最后也是无疾而终 就睡梦中过去 最好的一种离开的方法 是 是 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 他当年呢 其实他的故事真的非常的 你们家族的故事吧 是 都太戏剧化 可歌可泣 所以他的自传 那个时候 在出版的时候 就引发了很大的轰动 是 而且在美国都是畅销书 对不对 对 他的书九三年出版 当时出来以后 就是纽约时报年度最佳书 就是New York Times Notable Book of the Year 所以非常好 翻译成了五种文字 然后 在 它是英文写的 英文写的 对 a single tier 这是英文写的 英文写的 然后 又 又过了几年 他又把 自己又把它翻成中文 就是这本 他自己翻的 一地类 就是沧海一类 它不只是美国纽约时报 给它最好的好评 英国伦敦的美日电讯报 还有很多其他的 知名的报刊 好评不断 好评如潮 是 而且中文版 其实也引发了很大的反响 对 在台湾出的 主要是在讲文革时期的 你们家族的过往 就是他从 他原来是这样 他原来在 抗战期间 是在新南联大当学生的 学英文 然后飞虎队去中国帮着打日本 他自愿 自愿 担任翻译 担任给飞虎队当翻译 然后就退学了 就没有办法继续 然后他又跟着 国民党的空军 来到美国 所以那时候在美国生造 不是 他是作为空军的翻译员 一个文官 来帮着 帮着空军接受训练 那二战结束后 他就留下来 就从军队退下来 继续生造 在美国 他原来在 芝加哥大学 念波士的时候 51年 念波士的时候 当时 49年的时候 是 新中国成立 然后 又是有抗美援朝 的问题 在那里 跟美国人答起来了 所以 非常需要 就把所有 当时把 中国大学里 把所有这些美国教授 都赶走了 那就缺人 燕京大学 当时 就 一个校长 系组人 都是 一个接一个的电报 来信 就劝他回去 说 报效祖国 他也就是说 他也是在 美国也 八年了 也是 也是想 国家需要你们 就是爱国 当时 因为 新南年大的 当年的学生特色 其实就是满腔的爱国热情 就是爱国 所以后来 毅然决然的离开美国 回到了中国 当时 他的室友 也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就是李正道 对 这个故事是很有名 他这个 李正道 跟他是好朋友 然后 然后 我爸爸的室友 是一个美国人 他呢 结婚 当时他结婚 叫我爸去做伴郎 所以 就是走的时候 去 码头送行 最后是 这个朋友 叫 Bill Burton 这个朋友 和李正道 一起去送他 然后 听说您爸爸 您说 在这之前 就说 爸爸 就跟李正道 有一段 很有名的对话 就说 你为什么不回去 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们回去 一起 爱 在为祖国 为祖国 敬礼 我建设性 中国 李正道 我不愿意 李正道就说 不要 这个 我还是待在美国 好 美国 我不要回去 给洗脑 他就说 你 那就 洗什么脑 什么叫洗脑 那我就自己回去 后来 那李正道 看 劝不过他们 就帮他收拾行李 然后 他自己 亲笔 写的 北京 燕大 文宁昆 是 这个箱子 现在已经 破烂 已经朽了 但是还在我那里 还保存着 在您那里 当年的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上个星星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回到中国之后 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是乌一茅 他是一位作家 之前在硅谷 很多大公司担任高管 那么他的父亲是乌宁昆 今年八月的时候过世了 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翻译家跟作家 刚刚讲到他跟李正道 从此就选择了人生不同的道路 您父亲五一年的时候回到中国 李正道继续留在美国深造 我父亲回去以后一开始在燕京教书 然后很快 因为燕京是一个教会学校 所以很快燕京就被解散了 然后校园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 他们等一下接收了 现在的北京大学 然后我爸爸就被分 当时叫做院系条神 就到了天津的南开大学 在南开大学呢 他就 我妈妈是他的学生 展开了师生恋 师生恋 然后就是 又遇到了素反运动 所以当时就素反运动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受到批判 为什么您的父亲讲话比较直吗 对 他说话比较直 比较有什么说什么 而且他因为在美国那么多年 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他有讲一些什么特别不重听的话吗 后来被化成右派 后来被化成右派 他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 他各种 对教学方面啊 说我们应该 学校里应该多一些 他是教英文的嘛 所以应该多一些援助啊什么 然后他其中讲的一句话 得罪人的就是 他说不自由无宁死 就是这个 就是名言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到57年的时候 爸爸就戴上了这个极右分子的帽子 同一年李正道在美国 就拿到了诺贝尔的桂冠 戴上了不同的帽子 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父亲有曾经跟你表达过 他觉得当年的决定是错误的吗 我问过他 我就说 你后悔不后悔 他就说 我要不回来就没有你了 所以 所以就说 哎呀 你说 人生嘛 也没有办法重头再来 对啊 如果能够有选择的话 所以他也没有证 没有回答你 对 但是有你们三个 还是一种人生的成就啦 而且他写的这个一滴泪 我也很好奇 沧海一滴泪 对 但是他当年 因为看这个书里面真的受了非常非常多 费夷所思的苦难 是 他只有一滴泪吗 感觉你要豁达 他这个一滴泪并不是说我留了一滴泪 而是说我的一生 我们一生的苦难 只不过是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家的缩影 是沧海之一粒 只是一个小小的一滴泪 小小的一滴泪 代表党是整个大时代的苦难 是因为很多人家都比我们家苦得多 很多人最希望我们都活过来了 也是 活到最后笑到怎么说 He who laughs the last 他是生命者 The last best 这个就是他笑到这个好吗 他活到99岁 然后 那个 你是助手生生啊 所有当年迫害他们的这些人 都早已不知哪去了 也是 那在这段过程当中 后来他化成右派 这只是开始而已嘛 对 对 先是坐牢 化成右派以后 他是57年化的右派 然后去被逮捕去坐牢 是58年4月17号 先去的是半步桥 北京很有名的 现在还在北京的半步桥建议 然后他走了以后 几个星期 58年6月3号我出事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见过他 他先是半步桥 然后去这个北大荒 新凯湖的劳盖农场 在那边也是两年多 然后又到了那时候 中苏关系又紧张了嘛 因为北大荒那里就等于是中国的果拉格 所以在那边 在那边的这些劳改犯 又怕他们去跟苏联有什么 那些又把他们搬到内地 就在北京和唐山这一带的茶店 清河茶店农场 那边也是很大的 所以你都没有见过父亲 一直到几岁 我一直都没有 一直到我三岁的生日那天 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 还有印象吗 有一点点印象 还记得 一点点印象 主要还是听妈妈说的 是 所以后来 这个父亲在文革开始之后 又被打成牛鬼蛇神 另一阶段的苦难又开始了 是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继续和您说 继续和您聊 我们今天呢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 是吴宁坤的女儿 吴依茅 其实您爸爸 这个震惊文弹的一本作品 除了他自己写的自传之外 就是他翻译了很多作品 对不对 像这一本 了不起的盖茨比 也有人翻成大亨小传了 费杰罗的作品 对 他是翻成了不起的盖茨比 是 这他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 重印了二十几次 很畅销 对我刚翻了一下 真是翻得非常好啊 所以爸爸原来一直都是 在翻译英美作家的作品 有一些诗人的作品 他是中英文 他的中英文都是大实习的 对 就是 中英文俱佳 对 他原来 他的中文的底子是扬州中学 当时 中国的最好的 十二中学 然后 最好的 中国最好的大学 新年联大 然后到美国 又是芝加哥 曼切斯特 College 所以 他 这个也是 有很好的学术 没有办法 对 因为 因为我也是会 跟我爸开玩笑嘛 我的书出来以后 因为 他的书翻译成五种文字 我的书翻译成十种 听了他耶 对啊 他就会说 啊 那个清除一栏嘛 我说哪里哪里 我说我是小乌建大乌 哇 这句话太适合用在你们家 我觉得提到你们家三个三姐三兄妹的名字也非常的特别 是是 哥哥叫乌一丁 一丁 他就是当年呢 我哥出生的时候 他是当时就是毛泽东正在神话嘛 是一个神嘛 那然后 我们家这个一丁呢就是 一百丁 一百丁 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最普通的一个人 结一个对照 然后到我呢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 爸爸已经在牢里面了 但是还是爸爸帮你取的名片 我妈妈就是我出生以后几个小时 我妈妈就给他写了一个明信片 就说 生了一个女儿 生了一个女儿很漂亮 这个 嗯 你给他取个名字 他当时在牢里面就两本书 一个是杜甫诗选 一个是哈姆雷特 嗯 所以杜甫诗选的 杜甫写了诗 诸葛大明 垂宇宙 万古云霄 一羽毛 他就用这句是给我取的名字 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 像诸葛亮 诸葛亮一样 诸葛亮一样 能够清世垂名 翱翔 天际 我觉得可能也反映了他那时候在狱中的一种心情 是是是 弟弟叫乌一村 对他是六三年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吗 对 对 因为他是六三年嘛 他也从牢里面出来了 家里又添了一个老儿子 那时候他已经四十三岁了 老来得子 对啊 就很开心嘛 很开心嘛 而且觉得是不是我的苦难结束了 对 可以有崭新的开始 可是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马上六六年文革开始了 对 还是他没逃过啊 都已经做了那么多年 都下放那么多年 老改那么多年 是是是 但是这一次反正所有罪名都全部集中在一起 对 那时候 打成了牛鬼蛇神 没错 没错 那时候牛鬼蛇神就说 黑五类 黑九类什么 就是 地 父 反 坏 右 叛徒 特务 走私派 臭老九 臭老九就是知识分子 什么叫知识分子 这个定义的话 你在农村里面 念个小学三年级 也是知识分子 也是 他们反正就等于就说 所有的罪名 所有的这些头衔 他们都有了 所以父母亲都被招到整肃 因为我母亲他也是 他是一个天诚的天主教徒 家里面呢也是 这个所谓民族资本家 以前 我老爷家里是这个天津 天津 就是说有叫做老八大家 新八大家 我们是新八大家里面的李家的 所以也是很有名的这个民族资本家 所以那也都是 所以后来父母亲都 都关牛棚 关牛棚 那你们小孩怎么办啊 小孩子 兄妹三人 孤苦伶仃 那时候 弟弟四岁 我九岁 有哥哥十一岁嘛 我们三个孩子就住到一个像孤儿院一样的地方 当时安徽大学那个幼儿园就腾出两间房 当时他们俩都在安徽大学工作嘛 爸爸就当那个临时工 给他让他教 还是让他教英文 但是不是正式的工作 叫合同工 然后妈妈呢在那里当打字员 所以就是安徽大学的幼儿园里腾出两间房 就是我们这种 等于是有父母的孤儿 收留 收留在里面 然后当时爸爸妈妈还有一点工资 工资也都减了 爸爸当时只有三十块 非常微薄了 妈妈还有五十块 五十七块 所以就从这段 从这个一点工资里面呢 就给幼儿园我们的伙食和住宿费 是 但是那一段人生开始对应来讲 也是非常的艰难 我们稍会休息一会儿 同时呢 等会儿来接听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18006166220 稍后见 哇 时间真的是不够 讲父亲的故事 讲你的故事 但是明天还好 你有一场演讲 在旧金山湾区可以跟大家分享 明天是在旧金山总图书馆 下午一点钟 下午一点到三点 主题是什么呢 主题就是 百年沧海一滴泪 万古云霄一羽毛 把你们两个的书都签进去了 对 讲讲人家族的故事 我们家族的故事 是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星期六的下午一点钟 到旧金山总图书馆来参加 我们现在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这是张先生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 我想说的是 这位老人家 他用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 可能在向世界表达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在中共暴政下 每一位寒死的华人 他们的命运是一滴泪的话 这六千万惨死于暴政的人 这六千万滴泪是能组成一个沧海的 我想问的是 对于五十年前的中共文革 您和您的家人还会有仇恨吗 对于历史惊人的出现相似 就说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的又一次的文革 现在正在进行中的这种文革 您和您的家人有遗憾吗 好 谢谢 相当尖锐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题目 谢谢您张先生 我想我们写 我和我爸爸写这些书 写我们自己的故事 只是为史存证 并不是说要去 泄愤 要去怎么样 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故事 只是说不要 两代抢救历史 对 只是说要 要 写出来 写出来 留住这段历史 记住这段历史 然后也 当然也希望历史不再重演 以史为鉴 像我的书在德国 也是畅销 他们德国人非常非常喜欢我的书 有特别的利用吗 因为他们都是从二战过来 我在德国他们就管我叫 Ann Frank of China 写安吉日记的那位 对 就是一个无辜的小女孩 在集中营里面 最后是在集中营里面 她有一本日记留下来 对 那您自己的自传当中 从小孩子的眼光看出去那个动荡的岁月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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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影响你最大的 我想 一个小故事 我想对于我来说 哎呀 就是一个就是 半夜里面 那个红卫兵冲进来 在家里面就把我爸就拖出去 喊着口号 敲锣打鼓的那样 那种无奈 穿那个夏天就穿个那种裤衩这样的就脱出去了 那种无奈 那种无助 然后那太多的事情 太多的事情 差一点 我一个人死在那个医院里 就是周围一个亲人都没有 一个人等死躺在那里 然后就在想 医生就说通知家属办后事 这时候家属在哪里 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然后我那时候大概也就九岁十岁吧 我就在那里 我就看着那个电话吧 我就说 哦我要死了 你要死了 没有关系 你已经 已经长遍了生活的三甜苦了 才九岁十岁 已经长遍了三甜苦了 这个事情 而且可能很少的甜的部分 酸苦辣比较多 还好后来还活着 活下来 现在也做得很好 活下来了 对 所以我很乐观 我很欣负 最后剩下三十秒的时间 您觉得父亲对你来讲影响最大 或者是这个带给你最大的 教育给你最大的教诲是什么 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永远乐观 永远开心 父亲也是这样的个性 对 我非常像我父亲 我这一点非常像 我就说我要是在那个环境下 我现在也是在做 我也差不多 好了 其他的故事 有机会的话 明天去课书馆听 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 谢谢 谢谢一毛姐 谢谢 谢谢 感谢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